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Will神 欢迎大家来到澳洲香港人频道 过去我用了很多集 跟大家说如何买澳洲楼 当大家买楼之后 大家准备收楼 今集我跟大家说 有什么要注意的 在澳洲收楼前有一个工序 叫做Presettlement Inspection 目的就是 你去看看你所买回来的楼 和你这个买卖合约 所说的事情 是否完全吻合 如果觉得有 不对劲不妥的地方 有出入的地方 或者你买了一副 有些地方是OK的 但你准备收楼 你发现有些新的裂痕 之如此类 任何问题你一发现 你就马上去跟你的公司 兼且你的律师 去回报 让那个业主去确认他 有些情况 可能业主也不够时间 只剩下短时间去确认他 可能 最后大家 双方的律师 就会 选择到一个折扣 即是给回一个折扣 让你整理 最后的折扣行动 好了 在这个 P-inspection里面 之前有什么准备呢 有4点 要准备 到一会儿 我会说到 你真正去inspect 是有10个要注意的 我先说 之前有什么要准备 首先 你要约定一个inspection的时间 通常会在你的settlement day 之前一个礼拜 那为什么是一个礼拜呢 因为通常你的律师 就会要你 你是买方 就要你一个礼拜前 左右 你就要将个比数 交给你的律师 当律师完全收到你的钱的时候 他又会写定一张 一些本票上的东西 过给对方的律师 令对方的律师收到 他又会是on condition 去到最后那一天 真的settlement day 双方律师通电之后 对方的卖家的律师 才将那个钱 回给业主 由于律师的钱 由买家订给买家的律师 接着律师转律师 再由卖家的律师 去给买家 整个手续 通常是一个星期左右 所以当你本人 你作为一个买家 在你将你的钱 给你自己 这个买方的律师之前 你就去做 pre-settlement inspection 一切对板 你才去 放这个钱 所以一般来说 就会在 最后的settlement day 之前 一个礼拜 或者是十日 你去做 这个inspection的时候 通常 你就不要单抛去 你就要找一个帮手 起码 你就多个人 客观地 在现场 跟你分析 还有 你可能 当事人先入为主 很多东西 你未必会拥有主意 有个人 跟你商量会好些 兼且可以做一个证人 好 就在这个 presentment inspection 那个 agent 他都会出席 另外 就说 你自己做presentation 有些什么不对劲的东西 你就要拍照 拍照 传档 等大家去讨论 所以要预备相机 还有 当你真的去做inspection 那天 你就要带避自己的 house inspection report 因为当时 inspection 楼宇的状况 是这样 那你现在要 看看是否 match 当时的状况 因为你是用 那个状况 去给你 那个 楼价 还有 就是说 你之前 做了一些 蟲蚁的报告 当时是没有蚱蚁的 但是 你要看看 今次 有没有蚱蚁了 所以呢 这个 pest control 的report 你要看 兼且 就说 你要带你自己的 买卖合约 通常 在买卖合约里面 就会 列下 那些 傢俬 电器 有一个full list 你带上去 就自己 做氧气 除了 这些文件之外 你还要带一些工具 那 举个例子 到时你要查 所有的灯制 电制 是不是work 那你 都要有东西 插进去 看电能不能够 所以 一些工具 你需要的 电筒 爬高 爬高 爬低 照不同的东西 还有 就是 你要有一个 整理好的inspection checklist 让你自己可以逐一样的 不要靠脑去 又不要简单 用白纸 想到一样 写一样 最好就是 用Excel 预算好这些东西 到时 简直地做这些东西 好了 到了你真的去收楼那一天 你又有什么要注意呢 那 这里是 重头戏 总共是列了十点 要留意 第一 你要根据 House Inspection Report 和Pax Inspection Report 去看看 物业的状况 有没有被更改 有没有倒退 还有 还有 那些 蟲蚁 特别星浩所说到 这些白蚁的东西 如果你是House 的话 最早的这些东西 那你去看看 以前没有的 现在会不会有呢 还有就是 漏水啊等等的东西 两样比对了之后 有什么严重的东西呢 你就要 立即通知这个 物业代理和律师的 那第二呢 就是 看一下那些墙 有没有新的列痕 那 特别是 那些apartment 很多时候 澳洲的楼 这方面就比较差一点的 很多时候有些cracking的 你要留意 是深层 是cracking 还是只是表面的ventail 看看会不会 谷起 漏水 以往你买了 实际没有的 现在是走了出来 会不会是那些 里面的水管 暗喉 爆裂 那些东西 那第三呢 就是重要了 就是 查那些 所有电的东西 你要查电箱 看看电箱 揭开电箱 是不是对板 有没有东西被人拔起了 还有就是 每一个电键 一间屋 一个apartment 有很多电键 每一个电键 可以这么说 你都要带上一些 灯泡类型的东西 逐个插进去 看看它是否着 你一定要试均 这些都没得 偷鸡懒的了 所有灯键 的pick park 你要看看 是不是work 因为 苏州过后 没有船搭的 你走了之后 你的电路有问题 没有人理你 又看看会不会 就是说 你开了灯键之后 会跳fuse 这些是常见的问题 这些是常见的问题 按照fuse 可能就是电中间 有些湿气重 这样 可能short了 你一定要short out 哪些就是 你觉得 一定要业主 去 fix up 哪些你可以放了一马 第四 就是全部门窗 门窗之前的窗帘 你看到的时候 可能就 你不会看得太仔细 今次你收楼 就真的要揭开 所有窗帘背后 在窗帘背后 会不会借着很多裂痕 枪框 那些滲流的情况 还有 所有门窗锁 和门锁 你就要看 是否全部都行 有什么不妥的 你要叫人去收拾 你可能在搜索里面 哪些东西就是 哪些东西 哪些东西 自己做住脚 哪些东西 打交叉 那些东西 第五 就是 所有 aircon的东西 全部是 冷气机 暖气机 火炉的东西 全部都要查 特别是这个火炉 澳洲是一些冷的地方 除非你去Queensland Norven Territory 那些零计 你如果说是 Nushal Wales 或者Victoria South Australia 这些这么冷的地方 那个fireplace 如果你买的那些是有的 你就真的要自己去测试一下 看看是否测得着 好 根本是测不着的 起码你一个折扣 扣回你的钱 来 fix up 冷气机 如果本身那部机 是冷暖气的 你就要确定冷暖气都行 你真的不要客气 不要让东西都行 算了 就算你买之后 全部都拆掉 找人去装修一回事 总之 你这个阶段 做pre-settlement inspection 你就拿回正 收到几千元 如果对方真的要 付这个fix up fee 那第六 就是 查水那方面 千万是查电 现在就是水 水龙头 很多是查的 你先要看全部的水喉 开关会不会流水 这就是基本盘 还有就是说 你开水喉的时候 水喉在内场里 会不会… 有很多plumbing 还有就是去水 会不会去不到或者去的时候 很多bubble在下面是顶着 滞留得很紧要的水 滲很久才能去到的 这些要搞清楚 不单止是屋外 如果你是屋外的话 驾驶可能有水后隔 front yard 可能有水后隔 back yard 可能有水后隔 全部都有去水的 这些去水后行不行 要逐个逐个去试 第七就是 上手业主会不会 在back yard 或分 yard 留下很多坏了的植物 树木等 等你去收拾了 又或者 一些很漂亮的植物 或者树木 你买的时候你喜欢 谁知道你来到不见了 是拔走了去带她的新屋 那这些东西 除非你们双方便 就是事先同意了 否则的话 你要和他处理 要他处理的 要他处理了 你没有的话 你都很漂亮的 就是 那些 orphan 那些 fireplace 找谁去维修 你都不知道 那个 warranty 你又不知道 第二 那另外就是说 那间屋会不会有些地方 是去改建了 没有入到 只去那个 council 的 如果有 改建的图 都叫它留下 水电 你没有做过 如果有做过 你叫它留下 那些原本的图 就算没有很完整的图 至少手画图 你都要 要不然你自己 你去跟随便会很痛苦的 那第九 就是针对 那些有泳池的人 那泳池的 filter bomb 都很重要的 每天都要开几个钟 去清理泳池的水 那你呢 在收纳时 一定要看看 它会不会有效 会不会有效 另外就是 信箱 那你买屋的沙拉 信箱很漂亮的 那这次来到 被人换了一个 很简单 很鸡的信箱 令你是达失所望的 那这些你要claim 就是要去还原 还有就是说 那个车房 是不是要是 执得很整洁的 去交给你 还是呢 仍然好像是 垃圾桿那样 是霍不对板呢 那这些要留意的 那第十呢 就是 那业主 有没有留下一些 他不应该留下的东西 举个例子 他走得很匆忙 所有的他不爱 傢俬留下 旧沙发 旧雪柜 虽然没有写 在那张清单里面 但是呢 你根本是用不到它的东西 你要找人扔 都是很麻烦的 还有就是 会不会整个垃圾呢 有呢 你有个权利 是叫它清走的 你才做的 那今天呢 就清零点水 那跟大家呢 讲了这十点呢 你交给前 那个preservable inspection 要注意的东西 那样东西 那样东西 你交给呢 就全部归你自己的了 所以一定呢 是要查得仔细一点 那我这里所说的 就很严格的 那 那是否样东西 你都收得那么紧呢 那起码你自己查 你得个知识 放几箱放几紧 那你自己决定 你和你的律师的研究 那希望这些资料呢 能够对大家的帮助 那如果大家觉得好的 欢迎你分享出去 亦欢迎你点赞 和订阅这个频道 好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